聚焦今日時事 縱觀美國資訊 歡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國 我是主持人辛農 今天是1月25日 下面請看詳細報導 1月25日 美聯社報導 當地時間1月23日 在北加州半月灣的兩個蘑菇農場連續開槍打死7人的犯罪嫌疑人趙春麗 週三被指控犯有7項謀殺罪和1項謀殺未遂罪 據報導 新年66歲的趙春麗於週三下午首次出庭 與此同時 聖馬貂縣驗屍官辦公室確認了6名死於槍擊事件的人的信息 治安官辦公室稱該起事件為工作場所暴力 但沒有進一步詳細說明動機 該起槍擊案是加州8天內發生的第三起大規模槍擊事件 其中包括週六農曆新年期間 在洛杉磯蒙特利公園造成11人死亡的大規模槍擊事件 治安官發言人艾倫說 當局認為 週一趙春麗單獨行動 她進入她在半月灣工作的蘑菇農場 開槍打死4人 重傷5人 隨後開車去了附近的一個她以前工作過的農場 並殺死了另外3個人 儘管州長紐森已暫停執行死刑 但這些指控包括可能導致死刑或終身監禁 且不得假釋的其他指控 在這些指控中 趙春麗使用槍支造成嚴重身體傷害 並殺死多人 據報導 這不是趙春麗的第一次職場憤怒 據法庭文件報導 早在2013年 趙春麗被指控威脅要用刀劈開一名同事的頭 並試圖用枕頭捂死該男子 兩人據悉是室友 在一家餐廳工作 這名被確認為王姓的男子 曾向趙提出臨時限制令 該禁令已獲准 但不再有效 今年1時 美國在不到3週的時間裡發生了6起大規模殺戮事件 共造成39人死亡 根據數據庫檢視 自1月16日以來 加州已有3起槍擊事件 1月25日 據美聯社報導 美國副總統賀錦麗於週三前往加州蒙特利公園 與槍擊受害者家屬會面 此前幾天 一名槍手在舞蹈工作室舉行的農曆新年慶祝活動中 行兇造成11人死亡 至少9人受傷 賀錦麗在週日紀念羅素韋德案50週年的佛羅里達州露面時 談到了蒙特利公園槍擊案 她說 又一個社區被毫無意義的槍支暴力撕裂了 據報導 賀錦麗週二在推特上寫道 當我們為週六在加利福尼亞州發生的大規模槍擊事件感到悲痛時 僅本週 我們就已經在半月灣和奧克蘭發生了兩起槍擊事件 我將訪問蒙特利公園 與社區一起站起來哀悼 繼續為所有受影響的人祈禱和康復 當局稱 週一 在半月灣的兩個農場發生大規模槍擊事件 造成7人死亡 據信 動機是工作場所暴力 僅數小時後 在奧克蘭加油站發生另一起大規模槍擊事件 造成至少1人死亡 7人受傷 目前尚不清楚副總統是否會在蒙特利公園再次呼籲他和拜登總統支持的禁止攻擊性武器 但共和黨立法者對這一行動提出反對 其中許多人表示對槍支的限制是無效且違憲的 國會去年通過了兩黨安全社區法案 打破了近30年的僵局 是自1993年布雷迪法案以來聯邦槍支改革的第一項重大舉措 旨在清除兩院的分歧 該法案是在德克薩斯州小學大屠殺後通過 該起槍擊事件造成19名兒童和2名教師死亡 1月25日 據ABC新聞報導 MEDA全球事務總裁克萊格週三表示 在時隔2年之後 MEDA將在幾週內恢復前總統特朗普的Facebook和Instagram賬戶 據報導 儘管遭到民主黨人和倡導團體的反對 但該公司仍表示將解除對前總統賬號的封信 因為他再次競選總統 自2021年1月6日國會大廈預期後 特朗普的賬戶被無限期暫停 因此他不得在Facebook和Instagram上發帖 當時Facebook表示該禁令是無限期的 在其外部董事會權衡後 該公司將特朗普封號2年 並表示將在本月決定是否解除禁令 Facebook表示 特朗普必須遵守規則 該公司表示可以限制違反其社區標準的公眾人物的賬戶 克萊格表示 如果特朗普發布更多違規內容 這些內容將被刪除 他將被封號1個月到2年 具體取決於違規的嚴重程度 目前尚不清楚 特朗普在尋求共和黨提名時 是否會使用Facebook 自推特所有者馬斯克去年11月取消對特朗普的禁令以來 特朗普就沒有再發過推文 特朗普在本月早些時候 一份聲明中表示 可悲的是 自從他們讓我離開後 Facebook的表現一直很差 他建議Meta恢復自己的賬號 並表示 無論是誰做了那個決定 都將因商業史上最糟糕的兩個決定而進入商業名人堂 1月25日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導 美國地質調查局稱 太平洋時間週三凌晨2點左右 加利福尼亞海岸附近馬里布海灘以南約10英里處發生4.2級地震 美國國家海洋和納氣管理局表示 沒有與地質有關的海嘯威脅 根據地質調查 整個南加州都有震感 該地區有2.6至3.5級的余震 據洛杉磯消防局稱 暫時沒有立即報告重大損失 美國地質調查局在推特上表示 地震太小 無法觸及當地手機的警報 雖然洛杉磯的地震很平常 但大多數都是3.5級以下的小地震 基本沒有造成多大影響 而4.2級地震則是近年來較大的一次地震 從洛杉磯西南岸到605高速位置都有居民表示有震感 還有網友表示半夜被震醒 根據洛杉磯消防局在一份聲明中的說法 該機構所有106個消防站都對所管轄的地區進行了一次戰略檢查 檢查所有主要關注領域 包括交通基礎設施 大型集會場所 公寓樓 電線 從地面 空中和海上全方位進行排查的 大約在凌晨2點45分結束 值得一提的是 5年前的同一個時間 南加州也發生了4.0級地震 2018年1月25日 在城縣的克拉布科峽谷地區 也是凌晨2點發生了4.0級地震 那次地震也沒有人員傷亡或重大損失的報告 據報導 加州和內華達州 每年平均發生25次 4.0至5.0級地震 除了因為板塊構造外 還有著名的聖安德烈亞斯斷層 該斷層為南北走向 延伸800英里 從南加州到北加州 1月25日 據美聯社報導 一名曾經是世界上頭號通緝犯的毒銷烏蘇嘉 週三對美國的走私指控認罪 並承認他領導了一個販運可卡因和致命暴力的卡特爾籍準軍事組織 檢察官說 現年51歲的烏蘇嘉將面臨至少20年的監禁 但根據美國地方法官伊里扎里的說法 美國政府同意不尋求無期徒刑 以確保他去年從哥倫比亞被掩渡 作為認罪協議的一部分 烏蘇嘉同意 被冒收2.16億美元 據報導 烏蘇嘉領導著海灣部落 該部落對哥倫比亞北部的大部分地區進行恐嚇 以控制主要的可卡因走私路線 美國當局稱他為地球上最危險的毒販之一 他是哥倫比亞頭號通緝犯 檢察官稱 烏蘇嘉的哥倫比亞 蓋坦自衛隊擁有數千名身着軍裝的成員 他們與敵對幫派準軍事組織和哥倫比亞當局作戰 以暴力手段控制巴拿馬邊境附近的地盤 烏蘇嘉承認 通過該組織對通過其領土生產 儲存或運輸的任何可卡因徵收稅款 據檢察官稱 烏蘇嘉下令殺害和折磨被認為是敵人的人 為殺害警察和士兵提供賞金 並指揮運動 用軍事級武器追捕他們 烏蘇嘉直到2021年才被抓獲 在今年5月被引渡到美國 烏蘇嘉面臨指控涉及最終運往美國的近107噸可卡因 聯邦檢察官布皮斯在一份聲明中說 隨著烏蘇嘉今天的認罪 自埃斯科巴以來最暴力 最重要的哥倫比亞毒販的血腥統治結束了 1月25日 據多家媒體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週三宣布 美國將向烏克蘭派遣31輛前線主戰坦克 該聲明結束了德國和美國之間的僵局 拜登稱此舉是因為這將加強烏克蘭保衛其領土 並實現其戰略目標的能力 拜登在白宮講話時說 埃布拉姆斯坦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坦克 他們的操作和維護也極其複雜 因此 我們還向烏克蘭提供必要的零件和設備 以在戰場上有效維持這些坦克 我們將開始盡快就保障後停和維護等問題 對烏克蘭軍隊進行培訓 美國高級政府官員表示 埃布拉姆斯將需要數月時間才能抵達 並且需要對烏克蘭軍隊進行廣泛的操作和維護培訓 美國必須為坦克所需的部件駕馭複雜的供應鏈 此舉標誌著拜登政府的態度轉變 拜登政府曾拒絕派遣這些坦克 因為其維修和訓練非常複雜 而德國總理舒爾茨宣布他的國家將為烏克蘭軍隊提供14輛 將向烏克蘭派遣美國地面攻擊部隊的先鋒布拉德利 和史崔克裝甲運兵車 週三宣布的4億美元一攬子計畫 還包括8輛M88救援車 1月25日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導 司法部日前表示 去年8月21日克勞福德縣治安部門前副手懷特和金英 在逮捕一名27歲男子時過度使用武力 而被聯邦民權罪起訴 如果過度使用武力罪名成立 懷特和金將面臨最高10年的監禁 據報導 聯邦大陪審團以過度使用武力的罪名 起訴了兩名前阿肯色州執法人員 因為他們在去年8月執法時 被路人拍到反覆毆打一名男子 該起事件發生時 一名旁觀者在視頻中記錄了暴力現場 視頻顯示 至少有兩名警官在一家企業外 對一名叫伍斯特的男子拳打腳踢 在這段34秒的視頻中 其中一名警官抬起伍斯特的頭 並將其向人行道撞擊 此案發生之際 美國警察使用武力在全國範圍內受到審查 該視頻在社交媒體演發廣泛關注 並引起不小的轟動 在暴力逮捕的視頻開始在互聯網上流傳後 所有三名警官都被停職 促使周和聯邦當局對該事件展開調查 金和懷特都在去年10月被解雇 週二 金和懷特在阿肯色州西區的聯邦法院 進行了無罪抗辯 他們的律師拉塞爾伍德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我的當事人無罪 起訴書中的指控不屬實 我們將在審判中證明這一點 據悉 陪審團將於4月3日對懷特和金進行審判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今日美國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同時也歡迎大家關注並訂閱美國中文廣播電視頻道 獲得更多精彩內容